《茶道艺术发展至今》 已有千年 气为茶之父 水为茶之母 想要冲泡出一壶好茶 茶具的使用就格外重要 在台湾 有一位钻研茶具艺术 二十几年的郭志浩老师 以毕生经历钻研柴烧茶具 将茶之美 以柴烧的方式进行更深 更有韵味的诠释 郭志浩老师 常年专注于茶艺术品的创作 开发精致柴烧茶器 与烘焙高品质台湾茶 以创新为核心 打破传统茶具用品的概念 提供多样化的柴烧茶器 刚好这几年 柴烧在台湾的领域 突经奋起 也是目前我们在茶具界里面 柴烧算是一个代表作 也是一个领头羊 其实台湾这五年来 整个柴烧的技术 已经突破了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技术几乎胜过了 日本的一个技术 郭志浩老师十多年来 专精于柴烧功夫 目前被业界公认为 台湾柴烧茶具的大师 茶袭上的每一个物件 都是老师的心血结晶 用设计将茶具的美学 带入茶汤中 将茶汤提升到 更高层次的境界 其实一个茶具的设计 除了在于美观以外 最主要的还是在使用 像一把壶 它的大小容量 要示众于每个人 在使用的会不一样 柴烧的功法 从叠摇 点火燃烧至风摇 将温度燃至1280度的高温 在退温初摇 过程约需10到12天的时间 涂火交融后 展现出不同风华 构成作品中 人工难以达成的美妙温路 承袭时代雅致意境 那柴烧最主要的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跟一般 不管现在的纸杀也好 或是现在一般的瓷器的茶具 有最大不同 是因为柴烧整个烧摇的媒介过程 完全都是用木头来烧制 那因为它期间总共大概有 80到1个小时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使它产生一种自然的一个能量框 那这种能量框就会使得我们一般茶叶 用一般壶跟用柴烧壶泡出来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味 柴烧茶具是当今被公认为 最佳水质转换器 配合台湾出产的茶叶 更将和茶与茶壶之间的墨迹度提高 让台湾特有的茶叶内涵 获得全新的提升 台湾的茶 道山茶很特殊 我们常常听到说 不管是越南进口茶 大陆进口茶 其实他们都没办法期待 台湾高山的乌龙茶 最主要是因为台湾的纬度 台湾的土壤 台湾的水质 这个是一般他们没办法期待的 所以现在台湾的高山乌龙茶 在全世界会比较受欢迎的地方 也是这个原因 一般业界茶与茶具不能并行 鲜少有人能两者经手 郭志浩老师打破框架 从柴烧茶具到茶叶钻研 甚至老茶 郭老师无不如数家珍 将茶道艺术与陶艺结合 开创出崭新的茶道之路 柴烧其实在这十几年来 在我们台湾是红薄花展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 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 一般有些老师的柴烧 大部分都是做比较单一的一个产品 那我个人来讲 我现在是比较注重在 整个有关茶具的系列商品 所以大家也看到说 我不只在茶壶上 茶杯茶海各方面几乎 尤其到我们专闺去看 是应有尽有 流传千年 茶道具有广度与深度的传承 在郭志浩老师的手中重新诠释 使品名的感受更加明显 郭志浩老师将茶带进生活之中 齐取以自身手艺 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 茶的风味与感动 茶道艺术工艺之美 用心品茶就能喝出好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